Hello,我是Ivan,今天想說關於SEO的東西 有客戶,之前也有一些不同的例子 就是他們是一些媒體的網站 媒體的網站通常如果要去提升他們的收入 除了只是靠廣告,其實不夠 很多時候在說幾年前,應該沒有十年 我相信幾年前開始,外國已經會興起說要引入一些訂閱的模式 即是一些購入,他看特定某一些新聞的時候 其實他就看不到的,他需要成為一個會員 無論是給幾元美金也好,幾十元美金也好 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內容 這件事不是一件特別新鮮的事 但是我收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有一個購入訂閱 但是怎樣在有訂閱的情況之下 那個SEO仍然可以做得好的 其實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以前如果香港來說 蘋果日報他們都有嘗試過 由收廣告,然後變成有很多的 就是用paywall訂閱的模式 但是當他去行這件事的時候,就會發現 如果他設定了一張牆,即是一個paywall去擋住Google的話 其實等於那些人是看不到他們的新聞的 那在那個搜尋器那裡有很多人其實在那裡找東西的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那你的流量,即是一個organic的resort 那個search就會少了很多 那有什麼方法? 一方面又有一個subscription的模式 即是無論是大大小小的online的媒體 兼且又可以享受到SEO的這些流量 即是叫做兩邊都可以領到的 那我們看看其中的一則新聞 那這個news是由這個microsoft的bink去release出來的 那我覺得那個方法其實都很合理 那其實他最主要就是如果是一個subscription的模式 或者是一個paywall的模式 意思就是封了一棵牆,你不要進來找我 那所以就做不到calling這個動作 那怎樣可以有subscription又calling呢? 其實無論是Google的bought Googlebought的意思就是Google去找你的網站的內容 是經過一些機械人,即是一些蜘蛛的機械人 去一些不同的網站去分析一些內容 然後放在資料庫那裏 從而顯示給用戶看 那Google就會有一個叫Googlebought 那其實Bink都有的,即是他都有用機械人 那Bink都有Bink的bought 那他這個方法其實我覺得挺可行 我自己沒有試過當然 那但是那個,因為我沒有一個 類似新聞網站這樣block著文字性的內容 我有的是付費的video的內容 那所以就算那個video的內容 放了出來其實都搜尋不到 因為沒有文字 那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媒體的網站 用文字去吸引一些人 在SEO回來的網站 而且你是想去做一個拿到SEO的訊息的話 那原來有方法 那這個方法就是可以 因為在Google的bought也好 或者是這個Bink也有一個bought 他們有一種特性的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堆機械人 而那堆機械人其實是基於一系列的IP 那現在畫面這裏所見的這個list 這個就是Bink 它會傳機械人來的時候 它會用一些什麼的IP 去你的網站那裏找東西 那如果你想你的內容 是純粹被搜尋器 就是Bink這個搜尋器找得到 其實只需要這一堆的IP 你white list 了它 就是不需要進來的時候 有paywall 那它就找到你的內容 會分析到你裡面的關鍵字 但是一般的用戶 因為不是在用這些IP 所以它就不會說 那不需要給錢給別人看到 因為這些是純粹它的機械人 好了 那Google都有一系列的IP 有IP6和IP4不同的IP 那你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IP的range 就是Google的bought 那那個流程的做法 就是你容許這一堆 純粹是蜘蛛機械人 走進來你的網站找東西的這一集 由得它看你的內容 那它看完你的內容的時候 它的目的不是為了貪心 拿你的內容免費在那裏看 它是為了想分析裡面 有些什麼的關鍵字 那從而呢 它就可以在Google 或者在Bink那裏 show給個用戶看 但是當個用戶 它真的按下那條link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會可能它 不同的媒體網站的做法 有一些可能會 show 類似的提示 類似的提示 一些內容給你看 然後就叫你去訂閱 他們那個的媒體 或者是它進去 直接連一些提示 內容都不讓你看 直接說你要做會員 即是無論哪一種的模式都好 如果是white list 它可以看 那這些付費的媒體 仍然可以享受到這個SEO的 benefit 好了 那以一個例子 這個是New York Times 那我拉到下面 其中有一篇新聞 是說應該不知道 鱷魚 鱷魚和這個 有條蛇在那裡 大網蛇在那裡玩 它叫play day 不知道是誰吃的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是看不到那些內容 因為有個play wall 但是既然呢 我剛才按一下 第一下很快進去的時候 我refresh一下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有一點點文字 我試試再refresh 拉得快一點 看看會不會看到多些字 又真的看到 拉得很快的時候 其實就是無聊 如果我拉得很快 就是screen cap 這個這麼無聊的行為 其實我就可以看那篇內容 那在這個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right click它 跟著去按這個inspect的話 如果之前香港那個媒體 即是蘋果 其實它有試過做pay wall 但是又想享受Google的訊息 那它怎樣呢 它在一個pay wall 在這些source上 其實將成篇的內容 放進去 純粹你在一個界面上 好像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按view source 是可以看完整篇新聞 而這篇新聞 正常來說要付費才行 所以它是出了少許鼓劃 但是這個鼓劃 是挺容易被人解破的 但是這個剛才那個 一進去的時候 又看到的 但是我按view source 就看不到的 好了 再做多一個動作 我們按site 模號 看看Google 究竟有沒有成功 index 了這一頁的內容出來 那你見到其實 我去打site 模號的時候 的而且確 剛才我剛剛看著這篇的內容 是Google index了的 那就是說 可能它是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原來它有那個內容 不過那個內容 在一個極短的時間之下 它包住了它 那這個極短的時間 有機會是 足夠給Google這個機械人 或者Bing這個機械人 去分析到一些內容 從而它顯示給Google的 或者是Bing的搜尋器 但是這個方法 我都覺得不夠 Bing這裏顯示出來的 那麼聰明 因為這個 是 簡直真的 會表達給某些人 看完所有的內容 又不需要說快 慢 還有沒有漏洞 剛才我看New York Times 那裏 雖然它是大概一秒左右 就收了一些內容 但是如果我真的無聊到 在那一秒那裏 搜尋了它 其實我仍然是有辦法 看到那個內容 它是 make it difficult 但是它不是 impossible的 那個過程 但是如果是 這種模式 我是wire list 了Bing的IP 或者是Google board的IP 的確是可以令到 搜尋器 看到我們的內容 就算它需要的時間 是多過一秒 那兼且又不會 洩漏了一些應該要付費的內容 給一些免費的用戶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 如果你是做媒體 你想去收費內容 但是又想享受SEO 可以一試的 那這一點 也都令我剛剛想起就是 其實如果你有用Patreon的話 很多時候Patreon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Patreon的內容 很多時候好像是搜尋不到 所以你在Google 比較少會看到Patreon 某一個post的內容 在那裏顯示出來 那你會賺少了那個SEO 因為SEO 其實都是一個 如果你內容多 尤其是媒體網站 就是一個很信用的 還有那個流量的質素 我覺得都是很高的一個途徑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如果你真的試了 或者有個Kick的 那你可以找我一起聊一下